从没见过如此豪横的老板 薪资待遇全靠员工自己写 金姐咬咬牙写了五位数 没想到老板二话不说 再次把执笔推给他 让金姐重新填写新潮 金姐震惊了 这到底是什么神仙工作 话说凯莉和大壮从海里死里逃生后 就被送往医院 两人想要曝光在海底拍下的怪兽录像 只是万万没料到 两人的行踪光头了如指掌 并派人前去抓捕 好在凯莉提前发现 两人这才有惊无险地逃离医院 经过这次事件 凯莉断定怪兽和军方脱不了干系 于是两人决定通过电视台来曝光怪兽的存在 电视台认为这是个很好的噱头 给凯莉做了个专访栏目 怎料节目播出时 就有专家指出录像是合成的 怪兽也是假的 主持人更是讽刺凯莉是个想出名的跳梁小丑 看到这个结果 凯莉意识到这是军方插手了 就在两人苦恼走破局时 一个神秘人突然联系到他们 声称知道怪兽的来历 双方约好见面地点 不一会 一架四人飞机驶来 来人正是金姐 她要求只和凯莉单独聊 大壮虽心有不甘但也无可耐了 不久之后 凯莉被蒙住双眼带到了金姐家里 金姐这才放心地将秘密告诉她 原来金姐是一个生物基因专家 十年前受雇于一家神秘公司 专门研究基因融合技术 而凯莉发现的怪兽 就是她和其余2500名专家 用上百种远古基因融合制造出来 后来公司将其放入大海中散影 随着怪兽频繁地袭击人类 金姐良心发现 这才将秘密告诉凯莉 就在这时 凯莉突然头晕目眩起来 原来是咖啡里有问题 当她再次醒来 已经被金姐丢到了马路边 为了查明真相 凯莉和大壮决定去这家神秘公司调查一番 怎料这里已是空无一人 两人只好兵分两路 看看有没有遗留的线索 然而就在这时 大壮突然听到有女孩的哭泣声 她顺着声音一路搜寻 在一张桌子下面看到了哭泣的女孩 就在大壮伸出手想要拉她出来时 不远处的凯莉听到呼救声 连忙赶了过来 此时大壮已经被打得便匹鳞伤 凯莉对着怪物连开竖枪 看来神秘公司不止制造了一种怪物 随后两人在一个架子上找到了一盘50年前的老式胶片 里面的内容让他们大吃一惊 当初可以汲取电力的海贵 竟然是在高山上发现的 而且里面有一个人更是把两人吓了一条 50年前的影片中竟然出现了光头的身影 这怎么可能 两人不禁怀疑光头是不是姓张